大家好,欢迎来到笑看人生,我刚出生时不哭不闹,目光呆滞,明明不是早产,却瘦弱得像个随时厌弃的小鸡仔。 生母嫌弃,嚷嚷着要把我丢了。 恰巧村里远近闻名的酒鬼大师路过,将她拦住,她说我是福星,若好好养着,地有大福。 生母翻了个白眼,但到底还是把我留了下来。 那时他们都以为养着养着我会变得不同,可是我三岁还没有学会走路,五岁时会说的话还没超过十句。 哥姐嫌弃,同龄的孩子也不爱和我玩。 傻子两个字充斥着我的童年,我成了村里最孤独的孩子。 除了无知孩童的戏弄,我还同时承受着来自成年人的恶意。 所以当村里人指着我发出嘲笑和议论时,生母没了面子。 她冷眼看着我蹲在墙角属蚂蚁,突然一脚将我踹翻。 见骨头,死傻子。 你怎么不去死啊? 各种难听的话喷口而出。 哥哥和姐姐在一旁冷眼相看,对我毫不在意。 生母好似疯了,她蛮力揪起我的头发。 力度之大,我的头皮瞬间发麻。 连拖带拽,磨砺的沙石将我瘦弱的手臂大腿擦出一道道血痕, 静止拖到路边。 围观人看戏的眼神不加掩饰。 好笑地看着生母发着狠将我的头摁压在路边的一泡狗屎里。 热乎乎的黄色液体黏黏在我的头上, 脸上,难闻的气味直冲鼻腔, 我却没有任何反应。 呆呆地,眼神没有聚焦,不哭也不闹。 我抬起头,生母眼里的怨恨快要溢出眼眶, 生父躲在一边,看向我的眼神也充满了嫌恶。 他们从一开始就不喜欢我。 生母漂亮娇媚,年轻时是这方圆极里有名的姑娘, 而生父聪明有学时,是村里唯一读过高中的人。 两人经媒婆介绍,婚后生下一儿一女。 儿子聪慧,女儿貌美,是村里人人羡慕的对象。 他们只高气扬,拿鼻孔看人, 享受惯了别人的谄媚和讨好, 又怎么会喜欢让自己没了面子的傻子。 生母插着腰,将我低溜起, 见我狗屎呼了一连也不哭,眼神呆滞。 她气得颤抖,还果真是个傻子, 我是造了什么孽呀? 哎哟,人都说娃子是娘身上掉下来的一块肉, 看来李翠花你这块肉是块烂肉哟。 还说是扶娃子嘞,真是笑死人了。 王婶子操着嗓子喊, 不怀好意的嘲讽,惹得男女老少哄堂大笑。 烂嘴巴,你他妈的给我闭嘴。 她恶狠狠盯着我,眼睛气得泛红。 忽然骑在我身上, 双手死死掐着我的脖子,发了疯。 什么烂肉傻子, 只要死了,什么都没有。 她的力气很大, 很快我的脸色就涨得通红。 呼吸逐渐困难, 生母健壮笑得癫狂, 手上的力气加大, 我的脸色变得惨白。 围观的村民吓得后退, 无一人敢上前阻止, 王婶子更是被生母这副模样吓得发抖。 我好像快死了, 但我连死前的挣扎都没有, 安安静静, 乖巧地让人窒息。 就在这时, 人群里突然发出一声惊呼, 紧接着便是生母的惨叫声。 落在我脖子上的手泄了力, 下一秒我便被人抱住。 我大口大口呼吸着新鲜口气, 身体已经变得软塌塌。 耳边是生母和酒鬼大师的争吵, 我艰难睁开眼睛, 原来是姑姑来了。 她抱着我, 心疼得直哭。 看我奄奄一息, 她抱起我就往外跑, 连自己六岁的儿子都忘了。 看着她焦急的模样, 我的脑子突然有了一刻的清明。 身上的伤痕累累, 特别是脖子的掐痕久久未消。 姑姑怜惜为我涂抹着红药水, 煮着米汤一点一点细心为我。 两个哥哥待在一旁, 口水咽了又咽, 却还让姑姑为我多喝点。 姑姑是个苦命的女人。 奶奶重男轻女, 身为女娃的姑姑 从小没得到她的半点喜爱。 好不容易结了婚, 姑父又因在工地做活, 不慎衰落, 至今昏迷不醒。 家徒四壁, 一间矮小的旧砖房, 潮湿又闷热, 更何况还有两个孩子, 一个八岁, 一个才六岁。 在姑姑家待了好些日子, 烧好全了, 姑姑就带着我回生母家。 生母冷眼看着我身上的新衣服, 轻蔑吃笑, 一个傻子也配穿新衣服, 再怎么打扮, 那时臭味还是遮不住。 她说这话, 恰好被路过的酒鬼大师听到, 抱着酒瓶子她摇摇晃晃晃走了进来。 待坐在生母面前的我, 被她一把拉到姑姑身边, 你不是嫌弃她, 是个傻子吗? 给她养。 姑姑也被那话气道, 她将我抱在怀里, 嫂子, 给我吧。 我没有女儿, 我愿意养。 生母冷冷看着, 嘴角扯起一抹笑。 那天, 姑姑翻遍裤兜, 在酒鬼大师东翻西找的借助下, 才凑够五十块钱, 将我带回了家。 酒鬼大师醉醺醺醺看着我们的背影, 扶娃子, 扶起要显现了。 生母呸着口水, 点着零碎纸钱的手一顿, 然后面露出不屑。 从前生母总是一口一个傻子地叫我, 家里的姐姐和哥哥也不爱搭理我。 所以, 我没有真正属于自己的名字。 姑姑抹着眼泪给我取了名, 她让我随辜负性。 林安安, 寓意平安顺遂。 姑姑自己找来布料, 给我做了很多衣物。 我身子弱, 家里养的母鸡一下了蛋, 她便争给我吃。 哥哥们很馋, 却从不怨恨我抢了家里的吃食。 平日里, 姑姑搬来许多手工补贴家用, 可是要养三个娃, 还要承担姑父的康复费。 而那日的五十块钱, 早已经掏空了家底。 我看着姑姑头发上又多了几根银丝, 心里闪过一丝一样。 一天大早, 姑姑去别村还手工。 大哥在家照顾姑父, 我拉着二哥悄悄出了门。 等到我和二哥一进村, 却看到姑姑慌张着向我们扑来, 上下查看了好久, 她才松了口气。 生母站在人群里, 看到我完好无损, 她原本笑着的脸, 一下就黑了。 哼, 死傻子命还挺大。 她想要来看笑话, 可惜落了空。 原来姑姑还好手工回到家时, 四处找不到我的身影。 她慌了神, 还好张叔说看到二哥和我一起, 她才稍微定了定心。 可毕竟是两个娃子, 姑姑急得都要哭了。 张叔叫上好多人, 轰轰烈烈一群人从村口找到村尾, 这才碰见我们。 姑姑想要假装训斥我们, 人群里却突然传来惊呼, 我的天, 这是哪家的猪? 这么大得有两三百斤吧。 距离我们身后五米处的一头大母猪 适时发出一声叫声, 引得众人的目光纷纷望去。 惊讶声此起彼伏, 二哥骄傲仰起了头, 我家的, 妹妹带我找到的。 我让开身子, 几只粉嫩嫩的小猪仔 也出现在大家面前。 生母嫉妒, 放屁, 指不定是你们去哪户人家里偷来的呢? 大家点点头, 张叔却冷哼一声, 两个小娃娃怎么偷得了这三百多斤的猪, 还自夸嫁给村里最有文化的人呢, 脑子怕是被狗吃了。 是啊, 而且咱这附近村里, 也几乎没人家能养得了这么大的一头猪啊。 要我说呀, 这小丫头还真指不定是福星呢。 傻子又怎样, 那还不是自家孩子。 生母脸气地扭曲, 跟泼妇一样咬定我们肯定就是偷的。 可那天问了好久, 都没有人说自己家丢了猪。 大母猪好像是凭空出现, 又乖乖被我和二哥牵回了家。 猪贵, 那头大母猪在张叔介绍下, 卖了将近五百块钱。 几只小猪仔便留在家里养, 以后好卖。 钱改善了家里的条件, 姑姑也终于可以轻松些。 村子不大, 消息很快便传得人尽皆知。 酒鬼大师第一时间跑到姑姑家来淘酒喝, 姑姑给她做了几盘下酒菜, 还带上一坛老酒。 喝醉酒的大师摇摇晃晃跑到生母那儿, 五百块钱呢, 这得你家男人扛多少袋泥才能挣回来呀。 可惜喽, 本来这钱就是你的, 现在人才两空喽。 后来听说生母气地摔下床, 腿都摔断了。 就这样还在村里四处骂街, 也就是走了狗屎运了, 你就看看她接下来还能有什么好事。 可是, 很快她便会后悔。 炎热的夏季悄悄离去, 很快迎来微凉的秋风。 今年九月份开学, 八岁的大哥哥终于能去村里学校读一年级了。 之前家里没有钱, 可那时上学是需要学费的。 姑姑本想送我读学前班, 可是我摇了摇头, 默默牵来大哥哥, 指着学校的方向。 姑姑落了泪, 抱着我哭了好久。 大哥哥去上了学, 所以帮忙照顾姑父的责任落在二哥身上。 早晨我穿着姑姑给我新做的粉色小长裙, 跟着姑姑去池边洗衣。 还没走近, 就听到生母尖利的笑声。 哎哟, 不就是几头猪吗? 有什么好得意的? 区区五百块钱, 谁稀罕似的? 哼, 不稀罕, 那也不知道是谁为了五十块钱, 把娃给卖了。 亡娃话, 生母吃了瘪, 又因为我们走近, 将画风对准我们。 恰巧这时生父远远开来一辆摩托车, 要在生母进城。 摩托车在那时是极其稀有的交通工具, 能买得起摩托车的人家也不多。 生母横腿跨坐在摩托车上, 堆起一圈又一圈的肥肉。 她搂着生父的腰, 笑得得意, 也是, 家里没个男人帮忙, 老天看不下去, 只能给几头猪痒痒。 可不能把人逼上死路吗? 哎, 小妹你要是耐不住寂寞, 要不要让嫂子我给你介绍几个男人呢? 还是大师已经满足你了? 咯咯咯的笑声越传越远, 姑姑站在原地, 牵着我的手逐渐加了力气。 姑父躺在床上意识不清, 生母的一字一句都像刺针一样狠狠扎在姑姑的心上。 这一年多来, 酒鬼大师对我们的照顾, 早已经成为村里婶子们饭后闲谈的话题。 他们取笑, 造谣, 将一个女人的名声踩在地上肆意蹂躏。 姑姑听着周围人的闲言碎语, 擦掉眼泪, 温柔捂住我的耳朵。 那天晚上, 我被姑姑抱在怀里, 闻着她身上的软香迷糊入睡。 夜深了, 寂静夜空之下, 好像有细微的抽气声。 隔天大早, 我是被门外的声音吵醒的。 姑姑温柔将我抱在怀里, 将额头与我的额头相抵。 还早, 安安在睡会儿。 我从姑姑的怀里探出头看向门口, 原来今天是村医照例来给姑父检查身体的日子。 我指了指衣服, 姑姑轻轻笑了。 吃完早饭, 姑姑和村医在里屋, 我悄悄拉着在烧着柴火的二哥出了门。 有了上次的经验, 二哥被我拉住有些兴奋。 妹妹, 妹妹, 今天我们又要到哪里去捡猪啊? 我摇了摇头, 不管二哥的失落, 拉着他的手就往后扇的树林子跑。 昨晚下了雨, 树林子都是潮湿的土泥。 二哥怕我摔倒, 一直小心将我护在身前。 妹妹, 你要找啥呀? 我没有回话, 静止往树林子里去。 左瞧瞧又瞧瞧, 我终于在一处翘崖边上看到一堆黑乌乌的草花。 我指了指那堆黑乌乌的草, 二哥从身后小心翼翼将那堆草拔下。 妹妹, 你喜欢这? 我眨着眼睛看她, 她突然激动拍了拍脑袋。 妹妹真厉害, 喜欢的东西就是跟别人不一样, 以后长大肯定是个超级聪明的大老板。 我同情地看了二哥一眼, 随即迫不及待地拉着哥哥跑回了家。 二哥一进门便被姑姑揪住了耳朵, 不顾哥哥喊疼。 在听到我们去了后山树林后, 他心有余悸将二哥打进了柴房。 院子里姑姑在烧着村医给的药, 我敲默默移动着脚步, 快速将手里黑草捏得稀碎, 揉成一团塞进了药炉子。 接连几天, 姑父都被姑姑喂下了加了黑草的药。 而二哥被姑姑打得屁股犯了清, 一时忘了那摘来的黑草的去处。 这天, 我蹲在趴着的二哥面前, 乖软听着他絮絮叨叨的委屈。 紧搁一张薄帘隔开的礼床, 却突然传出声响, 原本垂直不动的帘子好似被人拽住, 一下又一下, 逐渐要被拉开。 二哥看着动弹的帘子, 脸色苍白, 迅速起身将我拉到身后, 发出巨大的哭喊, 妈, 姑父醒了, 姑姑被吓晕了。 二哥撒开腿, 鬼哭狼嚎, 跑去村头找村医。 正是中午村里人家都在院里吃饭的时候, 他们看到二哥哭得稀里哗啦, 带着村医急匆匆往家里走, 身后不知不觉就跟满了人。 生母跟在最前, 满脸的幸灾乐祸。 出事喽出事喽, 是不是林有为死了? 要我说呀, 这林有为白躺了这么多年也该死了, 我这嫂子得来好好安慰我小姑子, 可别让她伤心过头了。 生母说完这话, 乐滋滋转过头, 准备去看热闹, 结果却在看清床上紧紧相拥的两个人时, 被震得愣住。 她大惊失色, 大喊大叫往人群里缩, 见鬼了, 见鬼了。 眼看着姑父被姑姑搀扶着上前, 生母更是被吓到爹坐在地, 狼狈不堪, 嫂子这么盼着我死。 人群嘻嘻嘶嘶, 张叔大步挤上前, 不知是不是踩到生母的手, 疼得她哭天喊地直骂娘。 掺起姑父的胳膊, 她惊喜说道, 真是老天有眼, 这是好人有好报啊。 姑父笑了笑, 将慈爱的目光投向角落里的我, 这都是安安的功劳。 姑父话一出, 人群纷纷发出惊诧的讨论。 村医站在一旁, 细细嗅起药炉子里的味道, 她捏着草药上前, 这喃喃踩的草药是活血淤毒, 原来是脑子血管不通的原因, 怪不得你一直没醒来啊。 你说这丫头采草药治好了林有为? 村医一脸脸爱点了点头。 不出半天, 村里变传着各种各样的版本。 有人说我是福星将士, 也有人说我是菩萨转世。 人人都夸姑姑辜负好福气, 生母听着这些话脸色难看, 总是忍不住嘲讽, 瞎猫碰上死耗子得了, 这说不定要没生效。 过几天就得被毒死, 恶毒的话让人们不禁厌弃。 偏偏生母还不自知, 还洋洋得意地炫耀自己在城里新买的房子。 则,这人那醒了也没用, 不也是废人一个, 不像我男人身体好力气大。 这不, 我们在城里可买了间三房仪式的房子嘞。 则则则, 就是不知道小妹你们得到啥时候才能住上新房啊。 酒鬼大师文言开了口, 切, 一个破房子。 哎, 可别说我没告诉你, 你那个房子风水不好, 容易出轨死老公。 生母气得嘴歪眼邪, 盯着酒鬼大师摇摇晃晃的背影, 咬紧了后曹牙喊, 酒疯子, 你这是极度, 给我闭上你他妈的臭嘴。 下了夜, 大哥哥从学校回来了。 他看到姑父醒来, 一向情绪稳定的小人扑在姑父怀里哭得委屈。 人多, 房子太小。 为了让姑父好好休息, 大哥和二哥扑了各就草席席地而睡。 一盏暗亮的油灯, 我坐在软乎乎的床上, 看着姑姑操持着大哥二哥的床铺。 被子太短, 两个哥哥的脚踝裸露在外, 大哥哥的脚趾被粗糙的布鞋磨得长满了血泡, 却依旧笑咪咪地威胁二哥闭嘴睡觉。 第二天等我醒来, 姑姑已经不见。 大哥去上学了, 二哥被姑抱到床上, 与我用一件宝贝相隔开。 我穿上衣服, 扑哧扑哧爬过二哥的身子, 走到柜子边将姑姑给我新做的衣裙 胡乱塞进小布袋。 吃过早饭, 我鬼鬼祟祟拽着布袋跑出门。 这个时候, 村里的婶子都在池边洗衣。 看到我, 王婶开玩笑说, 丫头, 这是先来占位置啊。 我眉眼微弯, 笑嘻嘻露出两个可爱的小酒窝。 看到我这模样, 婶子们瞬间笑开了花。 被姑姑养了一个多月, 我脸上多了好些肉, 原本黑油油的皮肤被洗得干净, 露出原本白皙的肤色。 头顶阳光照射下, 我穿着一身红色连衣裙, 倒像集了个软软糯糯的白团子。 王婶眼睛发了亮, 丫头, 你这衣服的样式倒真是好看, 不知道我家闺女穿起来什么样。 我一听, 扒拉起手上的布袋将那件黄色裙子展开给婶子看, 姑姑做, 新的。 将裙子往婶子怀里塞, 我伸出手眼里充满了期待。 婶子看了看怀里的衣服, 又看了看我, 愣了一会儿, 她突然扑哧笑了。 被王婶签回家, 我心满意足, 手里捏着十块钱。 姑姑着急忙慌迎了出来, 上下查看我许久, 才猛然松了口气。 将钱塞进姑姑手里, 我指了指自己的鞋子, 买, 大哥哥。 姑姑愣了好一会儿, 才反应过来我在说什么。 她忍着眼泪, 将我抱进了怀里。 婶子见状把事情原委告知, 姑姑抹掉眼泪, 好笑看着我, 拿裙子换钱, 你这小丫头怎么这样聪明啊? 我摇了摇头改正, 卖, 换不要。 恰好这时, 村里的寡妇柳仪文生而至, 瞧着姑姑刚晾好的衣服, 她轻轻指向其中一件。 姐, 我想要三件, 一件黄色, 一件红色, 还要一件粉的, 多少钱你来定? 姑姑与吴伦次想要开口解释, 我扬起头拉了拉姑姑的手, 她呆呆点了点头, 稀里糊涂的这事就定下来了。 裙子做得好看, 柳仪很满意。 她牵着三个粉雕玉琢的小姑娘, 在村子走街串巷, 姑姑招牌很快就立了起来。 从那天开始, 姑姑便凭借一双巧手, 开了肩服装店。 除了做女娃娃的衣服, 姑姑还尝试着做男装, 款式新颖, 布料柔和, 买得多姑姑还给打折, 来买衣服的人越来越多。 每次她们来拿衣服, 都忍不住跟姑姑夸我的聪慧。 那件婆娘还说这丫头是傻子, 我看那真是比普通小孩还聪明, 你瞧瞧。 哪个娃子能想到做衣服卖钱 这比划算的买卖的? 姑姑没有回话, 笑意盈盈摸了摸我的脑袋。 婶子接着说, 有了这份收入, 这家里的经济也好了起来了不是, 要我说呀, 不用多久, 你们肯定也能在城里买房了, 还用得着去城里给她帮忙入房, 看她的脸色。 没事, 她还是安安的娘, 都是一家人, 理应去帮忙的。 我站在一旁, 跟个小大人似的点了点头。 婶子看到这一幕, 悄悄叹了口气, 没有再说什么。 婶子以为我还念着与生母的母女之情, 但其实不是。 姑姑的服装店虽然生意不错, 可是村里人家一年到头买的新衣服 只有单单几件, 所以想要买房, 还需城里的大老板支持, 所以生父的工地老板 便是一个极好的选择。 进了城, 生母看到我和二哥一身崭新的打扮, 她面孔上的闲雾, 鄙薄不加掩饰。 来这么晚, 还带着两个累赘, 真是来蹭饭的饭桶。 她嘟嘟喃喃, 白了我们一眼, 还不快进来。 姑姑安抚摸了摸我们的头, 进了门, 她静止走向厨房, 准备袭上用的菜品。 我与二哥对望一眼, 随即默契跑向门外, 顺利赌到大老板刘叔叔。 刘叔叔疼爱小孩。 看到我和二哥乖软养着头望她, 她满心欢喜, 很快便被我们吸引了注意力。 没多久, 生父急匆匆出来迎接。 我和二哥先一步溜进了屋, 却一进门, 被生母揪住。 她额头泛出了汗, 气势汹汹地问我们 是不是玩死了拜访用的大公鸡。 我和二哥摇了摇头, 她却不依不饶。 我们被揪的脸变得战红, 生母眼睛瞪大冒着火, 还说不是你们, 除了你们这种乡下来的死穷人, 还有谁敢打我家房子的主意。 周围的人对着我们指指点点, 还时不时发出难听的谴责。 姑姑听到声响, 还未来得及摘下手上的袖套, 就急匆匆赶到, 将我们救下护在身后。 生母没完没了, 势必要姑姑给个交代。 你们刚来不久, 这鸡就死了, 肯定就是你看不惯我们有大房子, 故意让这两个小贱种来搞破坏, 你这人的心真恶毒啊。 生母哭天喊地, 这时刘叔叔突然开口, 你说鸡是两个小娃娃弄死的, 有什么证据? 我家孩子遇到母鸡都怕得不行, 别说你这还是一只熊壮的大公鸡。 冤枉人也要动点脑子吧。 生母急忙解释, 不是刘哥, 你不知道他们是乡下来的, 穷人。 乡下来的怎么了? 穷人怎么了? 刘叔叔这下彻底发了怒, 他也是穷苦人家出身, 靠自己一路地打拼, 才拥有今天的财富。 我告诉你, 这两个娃娃刚才一直和我在一起, 哪来的机会去弄死你的鸡? 生母背对得哑口无言, 支支吾吾看向生父, 却只得到一个厌恶的白眼。 恰巧这时, 厨房里的师父拎着一只公鸡走近, 操着一口北方口音, 挨老板娘, 你这鸡确定要上桌布? 这鸡可不新鲜啊, 像是得病死了的。 话音刚落, 前来帮忙的其他人, 很快就认出了, 这是生母口口声声说, 被我们挽死的鸡。 他们义愤填膺, 各个替我们声讨公道。 压力之下, 生母只能哭哭啼啼, 跟我们说了对不起。 刘叔叔冷哼一声, 面对生父的低眉顺眼, 满眼的嫌恶。 你的媳妇为人这般野蛮, 这工程, 我是不敢交给你了, 明天你到工地收拾东西 结算工资, 立刻走人。 生父慌乱到扇自己巴掌, 生母也已经被吓到腿软。 可刘叔叔却一概不理, 转过头对着我和二哥说, 不是说想要合作伤吗? 你们看, 刘叔够不够格勒? 二哥眼睛逐渐亮了起来, 他重重点了点头, 必须的。 我牵着姑姑的手。 眉眼微弯, 仰起头看她, 她却眼睛含了泪, 把我和二哥紧紧抱在了怀里。 姑姑的服装厂办得很大, 原本没有足够大的地方可以办厂, 而生母那几间老房子 是最好的选择。 可是因为那天的事情, 生母对我们怀恨在心, 怎么说都不愿意 把房子租给我们。 王沈知道后, 不屑呸了几口水。 我拽着王沈来到他家的田地, 看着我期盼的眼神, 他咬了咬牙, 点头答应了。 挖土机很快就安排到位, 不过三天, 已经挖出了一个大坑。 到了第四天, 王沈突然发出惊呼, 捧着一小箱金条, 他愣愣站在田里。 这时, 王沈的婆婆闻声感到, 看到这些金条他突然哭出了声, 娘啊, 这些金子原来你藏地里了呀。 哭声太大, 引来了村人。 年老的阿婆们围在一起, 嘟嘟囔囔, 说出了当年事情的原委。 原来当年王沈男人的祖上, 是有钱人家逃难至此。 王沈的婆婆嫁到这边不久, 家里祖宗留下的几条金子, 就不翼而飞, 家里几个儿子闹成一团, 到最后不得已分了家。 偌大的家族, 在那一刻变得支离破碎, 到王沈男人这一带死的死, 远的远, 早已成了陌路人。 王沈捧着这些金子连夜去城里换了钱。 一大笔钱存在银行, 留着一些用于花销。 那天王沈和他婆婆逢人就说, 我是福星, 酒鬼大师捧着个酒壶到处讨酒喝, 听到这些话, 他满脸得意。 王沈还凭借资金入了股, 和姑姑一起合伙, 开启了服装厂。 服装厂越办越大, 到最后村里在家闲事的沈子姨姨都来厂里打工。 这天, 刘叔叔带着一帮人来考察。 设计样衣, 采购面料和辅料, 采剪面料, 缝制衣服, 制剪和修整, 包装出货, 姑姑服装厂的生产流程, 在刘叔叔带来的技术人员的帮助下逐渐成熟, 客户也越来越多。 到了今年开春, 姑姑跟姑父已经全款在县城买下一套四房两室的新房, 姑父还去考了摩托车驾照, 买了一辆全新的高档摩托车。 姑父这一年被姑姑养得面色红润, 如今也在厂里帮忙, 当起了老板娘。 姑姑将大哥转到城里的学校, 不顾我和二哥的哀嚎, 把我们俩整整齐齐也塞进了学校。 我年纪小, 稍微撒撒娇, 姑父就心疼把我抱起, 替我请了假。 这天, 我照常跟着姑姑到厂里帮忙, 却没想到在这里看到了许久未见的生母。 生母脸色憔悴, 全然不见一年前的嚣张跋扈, 扑通一声跪倒在姑姑面前。 她声音哽咽, 小妹, 你把安安还给我好吗? 我知道错了, 她是我亲闺女, 我一定会好好待她的。 或许是最近发生的一系列事情, 生母开始相信酒鬼大师说过的话, 企图要把我接回去求父。 姑父沉下脸, 把我拉到身后, 姑姑也气得不行, 在厂里帮忙的村里人, 也唾骂起生母的不要脸。 你之前不是骂安安, 是傻子烂肉吗? 怎么? 现在看到有好处, 就想来捞了, 天下哪有这种好事? 上次还口口声声, 冤枉安安弄死你的鸡, 嫉妒你那房, 自己打自己的脸, 感觉怎么样? 疼不? 吃, 哪能不疼? 她都快肿成狗了嘞。 围观的工人文言哈哈大笑了起来, 生母战红了脸, 硬是憋不出一句反驳的话。 过了好一会儿, 她才恶狠狠站起身, 你们算什么东西? 这件蹄子现在还在我的名下, 户口没移, 她就是我的女儿。 生母说完这话, 不顾姑姑惨白的脸色就走了。 下了夜, 因为常理事多, 我们便在村里休息。 姑姑被生母的话吓到, 提出想要陪着我睡, 却被我拒绝。 我坐在床上, 双手撑着膝盖, 两条短腿搭在床边摇摇晃晃, 无聊地盯着房门。 下一秒, 嘎吱。 门开了, 瞧着生母鬼鬼祟祟的模样, 我咧开嘴笑出两个酒窝。 生母转过头, 黑暗里她被我突如其来的笑声 吓得差点尖叫。 紧紧捂着嘴, 她眼里冒着金光, 盯着我看了好久。 生母满心欢喜, 将我偷抱回城里心房。 一路上, 她神情疯癫, 嘴里反复重复着, 福星是我的, 福星是我的。 我被她驮在肩头, 颠得我险些呕吐。 她却凶神恶煞吼着, 闭嘴。 进了屋, 她迫不及待把我扔下, 走进一间卧室, 站在门口局促看着半躺在床上的男人。 那个, 我把那死丫头要回来了。 这一年多白白便宜了那件人那么多好事, 这死丫头可是咱俩生的, 我们肯定更有福气, 刘总一定会后悔的。 你, 你别生气了。 生父冷冷看了生母一眼, 即使对生母的做法很满意, 嘴里却依旧止不住地埋怨。 吃, 要不是你当初嫌弃她是个傻子, 把她送走, 说不定现在开场做大老板的人就是我。 要是明天, 刘总没有给我打电话, 我就弄死你, 滚。 生母胆怯顺从, 悄悄抹了抹眼泪, 轻轻关上了房门。 看向我时, 她脸色静变, 动作粗暴把我提进堆满杂物的暗房。 给我好好待着吧你。 门砰的一声关上, 我盯着生母的背影出了神, 没多久, 我便给自己找了个舒适的地方呼呼大睡。 第二天早上, 随着天逐渐变亮。 生父一醒来, 果不其然收到了电话, 生母站在一旁激动地连忙追问, 却被生父不耐烦赶走。 电话挂断, 生父面带喜色, 急匆匆出了门。 瞧着生母那如同菜色的脸, 我突然笑出了声。 生母冷嗖嗖看我, 向你妈呀笑。 她走到我面前蹲下, 尖长的指甲皮笑肉不笑地捏住我的的脸, 还真是个福星。 哼, 实相点, 我们才是生你的人, 别吃里扒外把福气落别人家。 我努力嘟起嘴巴说话, 指了指生父离去的背影, 说出的话却不清。 她不耐烦把我的嘴捏紧, 随即起身套上外衣, 急匆匆追着生父出了门。 看着生母离开的背影, 我叹了口气, 迅速起身往生母的房间里走。 一阵翻箱倒柜后, 我刚找到抱在怀里的本子, 门口却突然传来了噼里啪啦的声响。 我快速关上柜子, 还没来得及跑回房, 门砰一下猛地被踹开。 生母的手脚被生父紧紧擒住, 她目自欲裂死死盯着生父背后的女人。 贱人,狐狸精,你去死。 你凭什么勾引我男人, 你凭什么? 女人闻眼, 娇柔已向生父怀里, 媚眼含泪, 拉着生父的手轻轻贴着肚皮, 仿佛受了惊一般怯懦。 生父瞬间心疼到眼珠子里, 他抬起脚狠狠将生母踹翻在地。 你大爷的, 自己没本事留住自己家的爷, 还有脸怪别人。 你要是敢吓着我儿子, 我弄死你。 生母不敢跟生父叫嚣, 只能把目光狠狠地转向我。 这就是你给我带来的福吗? 你就是个灾星。 果然, 我就应该在你出生的时候就把你掐死。 女人好像受了极大的委屈一般, 线长的手指抚上生父的胸膛, 娇柔开了口, 亲爱的, 姐姐这是什么意思? 难道我肚子里的宝宝不是咱家的福吗? 可医院说是个男娃呢? 生父被刺激地丧失了理智, 抓起地上的生母。 她犹如魔鬼, 嘴里辱骂不停, 手上动作更是不轻。 臭婆娘, 赶咒我儿子, 看老子不打死你。 女人看着这一幕, 不屑吃笑, 注意到我的呆愣, 她朝我眨了眨眼睛, 示意我离开。 我回过神点了点头, 满心欢喜抱紧怀里的本子便腾腾跑下了楼, 身后传来的哭诉和惨叫声在整栋楼里不断回响, 甚人又恶寒, 捂紧耳朵。 我没想到会在楼下遇到酒鬼大师, 他看到我, 醉熏熏的眸子突然清醒, 手脚并用爬上他的背, 我拍了拍他的头, 回家。 酒鬼大师也不含糊, 向上蹬一下圈住我的腿, 嘟嘟囊囊, 哼, 回去得让你姑给我炒两个花生米, 还得给我把酒胡子装满。 一路走回村子, 刚进村口, 我就看到姑姑姑父满脸焦急在路边等候。 我飞快从大师背里跳下来, 丝毫不管他在身后紧张地喊声。 扑进姑姑怀里, 我仰起头笑嘻嘻掏出了本子, 看到那一本户口本, 在炙热阳光的照射下, 我清晰看到姑姑和姑父失了双眼。 他们一直记得我的话, 生母来要人那天, 我敲咪咪趴在姑姑耳边, 告诉她, 安安丢, 不找。 她哪怕心里一百万个不放心, 却依旧选择相信我。 从派出所过完户出来, 爸爸的户口本上面 多了一个我。 我改口姑姑为妈妈, 一生妈妈让她眼泪止不住地流。 回家之前, 我们将户口本给生母送回去, 可是家中大门敞开, 没有一个人。 后来, 再次见到生母 已经是一个月之后的事。 她站在街口长发凌乱, 一身脏旧的衣服 不知已经多久没有洗澡换衣。 可明明年轻时, 她也是村里的一枝花。 昏黄的路灯下, 她低声下气, 站在路边, 等待路人喝完水的瓶子。 我们没有叫她, 一条公路之隔, 我们站在马路这边, 看着对面的生母 缓不离开, 拖在地上的蛇皮带 发出瓶子香壮的声响。 那一晚, 我是妈妈一起睡的。 她告诉我, 生父的小情人 有了孩子后, 她毅然决然 跟生母提了离婚。 生父不想要 哥哥姐姐的抚养权, 却想要那套房子。 生母不愿意, 两个人就吵吵闹闹, 直到生父出了事。 她在去找小情人的路上 出了车祸, 大货车静止碾压过她的身体, 当场死亡。 而她的小情人 在听到这个消息后, 立刻去堕了胎, 消失得无影无踪。 为了哥姐的学费, 生母卖了房, 可两个孩子拿到钱后 便不愿再回来, 只剩生母一个人 靠卖废品 勉强维持生活。 酒鬼大师的话应验, 事情传到乡下, 无人不骂生母活该, 无人不夸酒鬼大师的零算。 为了每天能有钱买酒喝, 酒鬼大师在村里 织了个算命的摊子, 且每天限量限时 只看五人。 酒鬼大师说出的话 一件件应验, 算出的是一件件实现, 很快出了名, 受到许多城里富人的强烈拥护。 他常常泪瘫在椅子上, 满脸忧愿地看着我, 你这小傻子的福气 收一收成步, 我都要累死了。 我笑嘻嘻摊开双手, 一脸无辜。 恰巧这时远远传来 二哥的声响, 我慌了神波腿就跑, 二哥边喊边追。 自从妈妈带我去医院 检查出语言发展迟缓后, 二哥就变成了话牢, 逮到机会就拉着我聊, 一来一回, 每个三小时 绝不会消停。 也多亏了二哥, 一年下来, 我的语言掌握得 比之前好了许多。 迎着夕阳, 我哭唧唧看着二哥 揪住我小辫子的手。 身后妈妈和爸爸一群人 看到这一幕都哈哈大笑, 特别是酒鬼大师 笑得捧腹。 抬眼望去, 恰好这时天边日落西斜, 剩下远处一片火红的夕阳, 绚烂温暖。